周深和隐约老师在演唱会后台合影饭拍 周深模仿制作人隐约唯妙微笑 隐约老师快来打皮孩子 你看到他跟他接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跟他第一印象我是觉得他高冷 我就觉得他很凶 就发现你就不怎么敢跟他说话 就包括的确在录音棚也是 就是我的制作人里面说的最多就是 不行 我觉得不行 重录 你可以更好 不行你这边没有刚才那边 人生事业第一次起步 能遇上严谨的老师是福气 因为他会让你深刻的记得起步一定要整 来不得半点迁就 这样根基的起点高了 才会有对自己更好的规划 隐约老师是置身浮华之外 缓约 清高 严格要求的文艺才你 周深能遇到隐约老师这样的贵人是幸福的 每个歌手都有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大家都一开始不会在录音棚录歌 然后慢慢慢慢 所以我就发现他们还是很温暖 就直到最后里面所有的歌录完之后 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的就是能够得到我制作人隐约的肯定 他就说我们这样专辑真的很好听 周深你是会唱歌的 那一刻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就通过大家的努力真的有看到我的进步 然后就发现真的我们那么多付出 受那么多苦真的是值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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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